中秋連假過後 六天內有四天本土零確診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將在今天下午公布 第一波的鬆綁措施 不過像是面對口罩政策 醫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醫師認為 如果不是清零 就是被Delta病毒淹沒 很難與病毒共存 同時主張口罩 應該要戴到天荒地老 等於是臉的褲子脫不得 也有感染科專家提出 只要打過兩劑疫苗 在小規模聚會 或適當距離下運動 都可以逐步把口罩拿掉 另外在疫情趨緩之下 針對接觸者的接觸者 是否還有預防性隔離的必要 也有待討論 五國本土個案跟死亡病例 雙雙加零 但沒個案就代表社區安全嗎 對比指揮官陳時中說 要把與病毒共存 作為心理建設 政府仍以清零當目標 有醫師分析 以Delta病毒的特性 在防疫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不是清零 就是被Delta病毒淹沒 很難與病毒共存 同時主張口罩應該要戴到地老天荒 等於是臉上的褲子脫不得 但也有幹人靠專家認為 如果只是獨自一人 在室外投籃或者在健身房運動 跟旁邊的人間隔1.5公尺 以及10人左右的室內聚會 只要能確保每一個人 都打過兩劑疫苗 其實也可以逐步放鬆 不用到哪都要戴口罩 另外像是我國為了應應 Delta病益株的高傳播力 一度把接觸者的接觸者 全數預防性隔離 由於目前疫情趨緩 接下來是否還有必要 第一個接觸者都還沒有開始 有傳染力的時候 你去隔離他的接觸者 這個本身是不必要的 花了很多的力氣 做一些比較沒有意義的事情 或許也可以採取 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搭配增加篩檢次數 也會比這人道 究竟我迷失了 太過道